中国历史上对外最强硬的朝代是哪个?强硬到什么地步? 这个有汉朝的泛我强汉,虽远必诛,明朝的不和亲,不淑碧等等,但其实最重要的是,一个国家的强大,国民就会有一种天然的自豪感,如果国民在外国受到了欺负,必然会反击。 就像现在的美国,如果一个美国人在外国被欺负,国家不会坐视不理。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,唐朝的一个县令到外面出差,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,他的回答,让整个唐朝人为之自豪。 你对于中国历史上对外最强硬的朝代是哪个?强硬到什么地步?有什么看法?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吧。 在这之前,记得点击我的订阅按钮。可让你在第一时间获取我的最新影片。 这个人叫王玄策,生足年龄不详,在大唐的历史上,他实在不是一个耀眼的人物。一开始只是荣州黄水县的一个县令。 在贞观21年,王玄策奉旨出使印度的马卡达国。四年前,这个国的国王希拉迪提亚派使者到唐朝访问,王玄策曾经作为副使送马卡达国的使者回过国。 这一次,王玄策座位正式出访马卡达国,一来是考察印度的文化,二来也是一种回礼。 三来,这是一次比较重大的外交活动,沿途王玄策还要访问吐蕃,面线嫁过去的文成公主,然后还要到尼泊尔访问,最后才是到马卡达国访问。 前两项都完成得很圆满,到了马卡达国边竟出问题了,跟中国友好的马卡达国的国王希拉迪提亚去世了,王位被一个叫阿尔求纳的大臣所篡夺。 篡了就篡了呗,也不关我们大唐什么事。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,这个阿尔求纳突然发作,派兵袭击了王玄策,王玄策一行就三十来人,很快就被抓起来送到了牢里。 这时再是太倒霉了,异国他乡莫名其妙被关了起来,可以说是叫爹不灵,喊娘不应,可是,王玄策竟然逃了出来。 那赶紧回国吧,跟李世民汇报一下,要是李二有兴趣,发点兵马过来,要是没空,那也只能算了。 这两者,估计算了的可能性很大,虽然汉朝就有犯我强悍,虽远必诛的豪言,但这回避竟太远了。 那这次的旗齿大辱就莫办法报了。 琢磨了一会,王玄策还是向来的路走去,到了尼泊尔,他不走了,跑去献尼泊尔的国王,提了一个要求,借我一点兵。 尼泊尔二话不说借了七千兵给他。 为什么这么豪爽呢? 当然是大唐的招牌响啊。 一个国家要是强大,国民出去了就是受优待。 借钱成功的可能性都要大一些。 而且大国的国民自尊心强,被欺负了一定要找回这个长子。 而这时,吐蕃也派了一千多骑兵过来共襄胜举,领住这八千兵马,王玄策杀了一个回马枪。 当时篡位的阿尔求纳也是兵强马状,有数万兵马,尤其有一种大象兵。 接下来的战斗异常激烈,王玄策写了很多回忆录,但大多一失了,所以具体细节不明,但结果是明确的,王玄策大胜,对方战亡二万余人,阿尔求纳被活捉。 办完了这件事情,王玄策这才踏上归国的旅程,到了尼泊尔,把尼泊尔的兵还了,到了吐蕃,把吐蕃的兵还了。 然后压住阿尔求纳回长安,向李世民汇报工作,一个印度小国跳梁,国已经灭了,国王被我抓了回来,完了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感谢你的收看。欢迎下方评论留言。记得订阅及分享我的频道。谢谢。 下部影片预告。关于一介武将,为什么那么多人供奉他呢?原因让人哭笑不得。